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飞匠为您带来的全黄9系原版的实况 对战解说 这场比赛由EP的鸭王对2P的叶峰看这些精彩的决议啊 双方是三个限定决策的强三比赛啊 首发特入内战 看一下 这边好 逆匠被挑到一套前冲倒月梯 这一套版面强转 我挑随高打滴 鸭王身为98 或者说啊 全能玩家啊 这利回的基本功确实比较强 看叶峰能否顶住 哎 稳 哎呦 好 这手倒月梯预读的不错 看起身怎么则 但直接被EP后一臂躲开啊 哎呦 这手发波双杀 好挑地 哎呦 可惜 鸭王这手其实处理没有问题啊 其实是前跳重腿 对吧 然后后跳地 如果第一下没踢中 那第二下对吧 去打速中 踢你的中段 但是没想到第一下重的 刚才鸭王如果说跳地直接确认 那更舒服 看下叶峰这边的特瑞 好 火焰冲拳相杀一波 看一下这个位置 哎呦 鸭王的力回还是太到位了啊 知道你想做什么 对吧 不会给你进攻的机会 特瑞这个角色版面的连段伤害非常高 而且可以达到一套晕的效果啊 所以说鸭王很明确地规避了这一点 看一下这一手 大发电者直接超杀怼过去啊 延迟直定投提升正义 你向旁的很稳 但这边 哎呦 罗蒂直接被抓了 哎 看一下 鸭王直接爆血 赞CP摸奖这个位置 一臂直接影跳出板 延迟直定投过来一丝血 哎呦 反动三段速直接堵 可以的 鸭王还是比较敢操作 对手拉后一个轻角对次到叶峰的千千跑抓 虽然说叶峰是对吧 4S之一啊 整个球期世界来讲的话也是对吧 一线顶的顶尖高手啊 但是 这种非主流的对局啊 感觉还是鸭王不吃亏啊 看一下这个位置好 升龙啊 凶杀不亏啊 看一下鸭王这边最后一个手底的克拉克 树木戴叶峰能否证明自己啊 哎 这手最低点的攻头 哇 又是最低点的攻头 我的天 鸭王这手操作绝了啊 这手暴戏是真的很自信 哇 三连可以的 一键三连空头 小跳A一波中段直接带走 比分1比0 那看下一局啊 我的天哪 这鸭王这 这克拉克 太强了呀 活活三个空头啊 把叶峰投到不敢进攻 然后自己来小跳进攻啊 看在这边叶峰选择变战 手法克拉克对战鸭王的特瑞 等一下这个位置怎么讲 哎 战先封一下 先前下地下A开始 但叶峰还是找到进攻节奏 好家伙 把这个克拉克明显是 当作玛丽来玩的啊 两个盗月踢对峰 后跳地一波速中 再后跳地 哇 晕点很高 但是这边被投了 漂亮 这手下地则中 上A来一波超杀直直跟 一磁血 空防可以的 鸭王也是比较敢操作 确实刚才那个空防 也没有什么风险啊 因为 对吧 那是最低点的空防了 这叶峰的大影跳的点 相信鸭王也看得特别准 看一下叶峰 第一回合先拿下 能否扳回比分 叶峰 看一下 这手红丸怎么想好生龙 轻角峰位 叶峰这边没多大一点血都不亏 好 这手延迟头起身 怎么做强转吗 哎呦 很稳的一个下贼啊 就是避免被鸭王凹出来 好 这手我们一起抓一波指定头 来 轻角峰位 哇 可以的 叶峰这手开达克血转啊 差点把这个鸭王拿下 来看一下 这手红丸队特瑞 拭目以待啊 这手方都是 啊 中心距离的轻角力回很舒服啊 虽然说特瑞没有指定头 但是特瑞一套伤害特别高 一个CB交出来 不给进攻 不给压制 鸭王同理 方方互交资源好 延迟下心脚 点中拆头 啊 这手战C想接到位低 但是对手没有被打出汤 延迟 我有各种正利则 我的天哪 鸭王这手放针绝了啊 故意贴脸高跳啊 就是为了躲开你的下C或者战C啊 叶峰这边被晃得不轻啊 看叶峰这边最后一个手底通完啊 哎 哎呦 这手我以为是运向 结果是正向啊 叶峰估计也看错了 哎 看一下这个位置 好升龙 可以 哎呦 鸭王这利回绝了 真的啊 这空头 我的天哪 叶峰被完全拿捏了啊 看得出来 即使是97顶尖选手啊 真要这个说到利回呢 可能他玩98的 会更强一点啊 毕竟97这个版本的特性啊 就造就了 对吧 即使你打到顶线呢 你的利回也不会到世界级别啊 因为这个版本你要玩利回的话 会吃很多亏啊 因为都是指令头嘛 可以理解啊 看一下这手 AB中逆则 防得很稳 哎 到位踢被雀凡 哎 什么情况 既然没有雀凡 还行 还行啊 那叶峰能否证明自己拒绝 一头 这手延迟指令头 抓住 AB正逆 要往这边 说时纳十块已经快被秒了 到位踢杀一波出版 还可以接受 但对手有资源啊 想反压制 基本是没戏 圣龙 鲁空带槽 叶峰用行动 反驳了我啊 谁告诉你 我没有利回 对吧 只不过是 对手的打法 我还没有适应啊 但是这些顶尖高手 尤其是4S的选手啊 适应对手的打法呢 那是最基础的啊 也是格斗游戏的核心 因为你打的 终归是人啊 一个活人啊 所以说 对手有些套路 有些习惯 你要是打得多了 也会熟悉 在这个位置 哎呦 这手打点太高 下臂点直接带走啊 这确实没什么办法 要往这手 立回座的 就是怎么说呢 一丝不苟 就是不会给你 很大的破绽 但是会给你一种 想要进攻的错觉啊 这种诱导流呢 基本都是 后期这些高手的主流打法 包括小孩对吧 小孩前期就是纯反应 你跳舞就升 你跳舞就凑杀啊 单点就能确认 但是到后期 并进这个年龄上去了啊 对吧 所以说这个反应速度 也是大不如前 咱们身为观众 很难看得出来啊 小孩的圣龙 依旧那么准 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小孩 从以前的反应流 过渡到了诱导流啊 就是他会给你一些假动作 偏你去出 他想要的招式啊 这种招式是 更高级的心理战啊 来看一下小小青角 这次到二批的 反半圈角 那看下一回合 看一下叶峰这边 最后一个手底的红丸 叶峰能否证明自己啊 看着鸭王这手立回 叶峰还是不适应 这手跳地下臂 这一套直接 一半血 消掉了 诶 转随风位 好 前前指定头 这一下确实没得防啊 最前鸭王 估计只能赌个圣龙 但是由于在地面上啊 你又没有办法击倒对手 所以说基本是死局啊 如果敢的话 两个下星角 也许有机会 对吧 真的不敢动啊 定血比较少 看一下叶峰这边报气 但鸭王这边 一直在做 拳脚方位各种 哇 火火要踢死了三打 哇 最低点的空头绝了啊 带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请鸭王这立回 世界级啊